在1989年的时候, 我在江西云举山住禅堂。 当时,提光老和尚在禅堂里讲开事。 有一天,他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。 就在过去那个葱林下, 有一个非常有道心的修行人, 他在没出家的时候, 他俗家姓杨。 很多人都叫他杨和尚。 有一次他在打坐的时候, 他心里动了个念头, 哎呀,在这住这么久了, 想出去吵一下山。 当这个念头动了不久, 那有一个人就在他打坐的时候找他, 跟他讲话。 他说, 你想去朝山可以, 请你把欠常住的东西, 你给他还了以后再走。 他说,你是谁呀? 他说,我是本市的切兰。 他说,我欠常住什么东西呀? 他说,你欠常住一匹铸。 铸是什么东西? 就是零落丑断。 他说,没有吧, 我怎么会欠常住一匹铸呢? 他说,你忘了? 那, 有一次常住发贡国的时候, 你发了一份贡国, 因为你是裤头嘛, 你在管裤房。 当时你妈妈呢, 来到寺院里拜佛, 你想把你得到这份贡国, 供养给你妈妈。 你孝心嘛。 但是呢, 你顺手就在裤房里拿了一张草纸, 把这个贡国包起来, 就给你妈妈了。 这是你可能已经忘了。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, 那这一张草纸呢, 就日涨七分, 夜涨七里, 它是驴打滚仗。 到现在呢, 涨成一笔铸了。 那我看你道行比较好, 我提醒你一下, 还不还你自己看, 你如果不还的话, 你就到时候到阳王殿上, 等阳王业给你算吧。 他一听我啊, 害怕他不得了。 因为这个事, 那个齐兰菩萨说的是, 确实有那么回事, 他还记起来了。 所以他说, 我还, 我还, 我还。 他怎么还呢? 因为这个出家人特别老修行, 他不存东西, 他怎么还? 他就剩下的时间呢, 他就朝餐一钱, 他就出去化缘。 化缘了以后, 把那一批捐的那个钱呢, 就化来了, 化来了以后就还给常驻。 还给常驻了以后呢, 他就朝餐再走了。 当时听到这个故事了以后, 我们都很有感触,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, 在这个寺院, 田王殿后面呢, 一般供的就是维托菩萨, 那个维托菩萨站在那个地方, 但是呢, 在大殿的两旁边呢, 还有齐兰殿, 供的齐兰菩萨, 那维托菩萨基本上每个冲林呢, 都差不多, 只是树的个像呢, 有点不一样, 但是他是维托菩萨, 但是每个寺院的齐兰殿, 所树的像, 有的是一尊, 有的是好几尊, 但是呢, 最像呢, 这个齐兰殿, 那很多人不知道, 这两尊, 维托和齐兰, 他是寺院的两尊大护法, 那维托菩萨呢, 都称为外当家, 那齐兰菩萨叫内当家, 那外当家是干什么呢? 就是寺院用功办到的道粮, 他归他福祖, 因为他是护法嘛, 他到外面, 如果常住上, 修行人, 你在这地方吃戒, 修行, 没得吃没得用的时候, 那都会去找维托菩萨, 然后维托菩萨就到外面去化缘, 化来了以后, 交给谁呢? 交给谁呢? 就交给齐兰菩萨, 我在五台三弦通寺学习的时候, 那个弦通寺的齐兰殿, 中间宿那一尊齐兰菩萨, 他就是左手拿了一只账本, 那个右手都拿了一只笔, 毛笔, 那什么意思呢? 就是维托菩萨从外面化缘, 化回来的东西, 全部交给齐兰菩萨管, 就是说不管什么东西, 记得清清楚楚, 在常住是谁管, 然后用在哪里了, 谁用的, 用的正确不正确, 是不是按照戒律, 是不是按照这个清规, 如法如虑的在用, 那齐兰菩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, 所以说, 这个我们刚出家的时候, 那些老师傅们都会把那个禅门日送上, 祖师训会出家三十要则, 有三十条, 是非常重要, 你刚刚出家的时候呢, 一定要学, 那其中有一条呢, 就是我刚出家二十岁的时候, 这个背诵的, 现在还记着, 就是说出家要顾常住, 离离十足辛苦, 你若滋意勤损, 秦兰玉尼算计, 那这个杨和尚这个故事呢, 引出了秦兰菩萨, 也引出了韦托菩萨, 就是这种意思, 那在我们中国传统的丛林, 那些老修行, 对这个因果, 就是说是非常非常注意, 非常小心的了, 那在我这个参学过程中间, 那些老修行们, 有的人呢, 他在一个常住, 住一段时间了以后, 他都会拎走的时候呢, 他会检查一下, 自己有没有, 就是说亏损常住, 就是检查出来也好, 检查不出来也好, 他都会走的时候, 来点钱放到常住去, 所以一个就是怕被赢过, 那时候在一九八几年的时候, 那时候钱呢, 就是比较值钱吧, 有的人最少一个月拿十块钱, 如果半年他就拿五六十块, 然后才走, 那如果到今天的时候, 我看到那些比较修行的, 那个有道性的那些老修行的, 他现在最下线, 就是住一个月, 走的时候, 因为出家人嘛, 就是来来去去, 流动性比较大, 他都是为了修行, 为了掺学, 为了学习, 他都会喊店钱上去, 有点就每个月就付给常住一百块, 所以这些问题, 通通都是我们的一个榜样, 那作为一个在家的三宝弟子来讲, 是护士三宝的了, 那我在1987年, 到1986年, 到1987年, 我在陕西中南山, 这个住山的时候, 那夏天, 那三下那个长安县, 前县, 陕西嘛, 那一代的佛法都是非常兴盛, 不管是老师带着学生, 那都是十几岁的中学生啊, 他们到山上来, 或者是踏青也好, 或者是来朝拜也好, 或者旅游也好, 夏天有, 有人会爬山上来, 上来的时候呢, 他们就是在山上, 就是说喝一点水, 或者是说这个什么, 他都会放一点钱, 在寺院里, 你要问他为什么呢, 他说, 我从小的时候, 我爷爷奶奶, 我爸爸妈妈, 就交代我们, 就是说, 寺院一厘米, 吃了还不起, 宁可往寺院里, 送一千一万, 也不要从寺院里, 拿一针一线, 因为这个陕西嘛, 从唐朝的时候, 复发大兴的时候, 一直宴传到现在, 那个居士在家学府的三宝弟子, 统统都是非常虔诚的了, 民间的一种复发的信仰氛围, 那做我们一个在街大居士, 今天听了这个故事了以后呢, 切记着, 出家法师是接受十方的供养, 他接受这个供养是为了修行, 但是如果自己不好好修行的时候呢, 还得拿自己的福报去还, 那做一个在家的居士, 你到寺院里来的时候, 你是为了护持三宝, 是为了供养三宝, 靠着三宝赔付, 所以今天我们听到这个故事了以后呢, 我希望大家就是把这个英国两个字呢, 就是在心上好好去想, 本来我们来归三宝, 来修行, 是为了能够积到福报和智慧质量, 因为这好多事情不知道, 所以搞到最后呢, 不但夫没有陪住, 智慧没有积住, 还背了一大堆的因果, 这个实在是不合算, 所以说接下来安居呢, 已经进入了一个多月了, 接下来安居就是安静下来, 好好的这个吃戒, 休息, 希望大家能够, 有者改之, 勿者加勉, 请进用工半岛, 阿弥陀佛, 他会好吗? 感谢您的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